这瓶料子我们花了40万收购回来的 运费我就花了5万块钱 由于年前假期的原因 很多的作品还没有完成工作室 还没有正常的恢复的工作 导致的视频都断根了 也不好意思了 今天刚好缅甸回来的一些 年前买的一些料子 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我们买的是什么样的料子 这件料子我们11月份就已经买了 由于缅甸的那个动乱战争的原因 它回来的那些成本都已经增加了 好不容易到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批的料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所买的这些料子 都是一些的特色料 我拿一下灯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给大家看的 就是平常的视频里面 我们经常出现的黑乌鸡代色的一块料子 这个料子它的对比度就相对的比较好一点点 色的这个位置它就比较的宽往下面吃了 当时我们买这个料子的时候是想做一套的链子 然后由于裂太多 我们就把这个香花给PASS掉了 这个料子它主要的就是说 把乌鸡跟色做出的一个对比度 它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了 当然体材上面它是多元化的 另外料子就是达木看水池的 它这个房屋上面带一点点的红绘比较的漂亮 料子的细利度还有油性 它都是比较完美的 然后这个料子没有裂 什么体材都可以做 切片也可以 整体的做会价值更好一点点 另外一块料子木辣的 它有带一点点色 然后白肉的位置也是不错的 切下来做挂件做光衣服那些都够远了 后期我们要把皮壳给它拨完以后 看色的走向到底有多深 是做摆件还是做挂件为好 这一件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它现在有一点像天空蓝的那种感觉的 达木看水池能达到这种品质的 也算是很好的 包括物层这些都浴化的很好 还有一点点的皮壳 这些皮壳上面看它都没有变种 看打灯过来 它肉质已经都过来了 裂也少 不管做挂件也好 做摆件也好 出来的效果都是很漂亮的 最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件 它就是一个种水料了 这边的位置 你看一下 切下来的话 做挂件做珠子的一些都很好的 就是这款料子 裂多 但是裂多的话 它也有它的好处 它会渗透进里面的肉质 它会浴化的熟透了 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取下来 不管做挂件 它都是起兵起胶的 像这些料子 有一些是种水料 有一些是特色料 各有各的千秋 当然这些料子在有一些人看来 它就是一些普通的特色料 在我们后期的雕刻上面 再添加一些我们雕刻的一些的元素 我们会把这些料子 发挥的更理理精致一些 这一批料子也是你们第一批看到的 如果你对这些料子有一些的想法 你可以私信我们沟通体材 都可以的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记录到这里了 后期的这些石头 我们在加工的过程 我们也会记录一下 分享给大家